第八个问题,师傅蒋经士说过,我们的白天就是轨道的晚上,但又说我们的一个月是轨道的一天,请问连着是否矛盾? 没有矛盾,这是时差的问题。 现在讲时差了,我们都有这个概念,轨道,他们的生活跟人道很接近,也很容易沟通。 无论是古今中外,跟轨道接触可以说都相当的频繁,记录很多。 白天阳气甚,他们受不了,所以他一定是藏起来的。 藏在哪里怎么样活动,我们不知道。 夜晚的时候,阳气衰,所以他们很容易出来。 这是讲活动。 他们的寿命比人长,这佛在经上讲的。 没鬼道的一天,是我们人间一个月。 所以我们祭祀贵神,多半在初一首,初一首祭祀。 那么这就好像是我们人间的时候,这个早晨中午,这样祭祀。 他的寿命呢,也是像我们人间一年三百六十天。 但是他一天是我们的一个月。 饿鬼的寿命,短命的是千岁,长命的是万岁。 所以这个地方去不得了。 很麻烦。 我接触过我们家乡的城隍。 他是富在身上,富在人身上,来给我谈话。 告诉我他是我们家乡城隍。 我就问他,我说你当城隍,当多久了? 一万多年了。 我没问他,是我们人间一万多年,是鬼道一万多年。 你没问他。 很长,真是很长啊。 他应该告诉我,他不想再做了,太苦了。 太苦了。 做城隍的时候,也是做好事。 也是弘发力深的。 帮助一些苦难的人。 现在人都不听话。 造作极重的罪业,很难劝他回头。 所以他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念佛,也求生进土了。 这很好。 这很好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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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